歡迎收聽快樂聯播網 我是Angel 現場時間在下11點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到時來了解 我們成功比大小的事情 就是我們所關心的新聞 那我們邀請到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 也是今天我們的時事評論員 是我們高雄市的市議員吳藝正 藝正大哥好 Angel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藝正 好 我想聽我朋友介紹一下您的背景 這從網路上抓出來的資料 如果有不對的 您隨時可以更正我 基本上市議會資料應該是對的 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國際政治經濟碩士 好 那您是親民黨籍高雄市的政治人物 那以獲品高雄市公督盟 也就是公民監督公譜聯盟 整體問政品質最佳 與問政最認真的議員 好 那在2018年 一度要以五黨籍來參選高雄市市長 但是您最後宣佈退選 這是您的背景資料 好 簡單的向全國的金正朋友 做一個介紹 好 那我們今天 跟著聽眾朋友 我們來follow一下 這個最新的時事 講每個新聞 我們都請我們的市議員 來做一下評論 首先我們來看看 這個美國稱讚 台灣是世界良善的力量 巴拿馬多米尼加 與薩爾瓦多 接連的跟台灣斷交 轉向中國 好 美國關切這件事情 並且就宣佈召回了三國的使節 美國國務院在美東時間 十一日的時候重申 台灣是世界中良善的力量 美國持續支持台灣 同時美國也不認為改變 與兩岸的關係 會對美國有利 您在國際政治的領域 其實美國對台灣 再加上我們有台灣關係法 其實整體 特別可能現在要 against China的部分 所以好像這時候對台灣的關係 這時候是特別良善 哈哈哈哈 其實美國人本身 本身台北人比較單純 因為總說是反對英國的階級制度 淘到一個所謂的 另外一個比較良善的價值 去美國開傳一個新天地 那當然 畢竟扮演這兩百多年來 並著一個世界強權 世界強權就變成人家 在國際上當世界警察 你當世界警察 你本來最老大的 有時候 要順港 有時候你為了鞏固 一個自己的勢力範圍 一個世界的秩序 所以說你有些價值 有些手段 有時候會 某方面也不像我們說 會跟著政治的良善的力量 那所以說 一方面你要知道 他們的所謂的 不只是以國家利益 整個世界秩序 為最優先的思考 但它本質上 它還是要 不能太想 現實 現實感 沒有完整 當然有社會也沒有完整 可是當總統是 川普的時候 好像就改變了 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邏輯 你只要是擔任那個職務 你還是要從 國家的利益 跟所謂的世界的秩序 去思考 那你每個點 當然如果說能夠 我應該這樣回到哲學的問題 好 沒有一個人 人是性善啊 人是性惡說啊 沒有 並存 人有性善的一面 也有性惡的一面 有自私的一面 也有利他的一面 有陰陽 有乾坤 跟我們中國的宇宙 其實 但是總有一個處事的一個 中心原則吧 對 一個價值 所以說常常講如果說 這個是美國在 它的基本 它的利益跟所謂的 整個世界秩序的角色 世界警察角色以外 如果能夠盡量去打 有這種善的價值 善的力量 能夠傷險 他當然要多做啊 因為這樣符合他的角色嘛 我們真是期待他繼續 辦有這樣的角色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新聞 是中國的國台辦說 有超過兩萬兩千名的台灣人 辦了居住證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前一陣子 其實就前幾天啊 王定宇 我們委員 有說 這樣是要不要撤銷他們的戶籍 好 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的內容 來自於自由時報 好 中國9月起發放台灣居民居住證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昨天在例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 自9月1日開放申請台灣居民居住證 到9月10日 那目前已經有兩萬兩千名台籍的居民 申請居住證 那海基會表示說 將會諮詢台商還有台生 他們的意見 這陸委會認為說 申辦中國居住證者 需要申報登記 那麼海基會的發言人 管安陸 這管安陸呢 昨天在例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 近期會持續的諮商台商 還有台灣的這個學生 在大陸他們的意見 不少台商的會長持正面看待 認為登記制是有效管理必須的措施 但是不少台商也希望說 不要對沒有申報者裁罰 嗯 我想這個跟一個國家一個制度 它會慢慢的議員也跨還 那其實美國是跟綠卡 跟公民卡是一樣嘛 你是公民還是綠卡 它有不同的權利義務嘛 可是我們跟中國之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國家安全的考量 對不對 所以如果請他們來這個申報一下 也是必要啊 對不對 你說來我們這邊申報 對啊 就是說 告訴台灣的政府說 我有去申請 那當然要 那我意思是說 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要有這樣的經驗 美國對待美國 我們的華僑是住 它是拿綠卡的 拿公民證 我們是怎麼處理 那你相對 至少要參考 但不能說百分之一百兆 美國那一套對中國 因為畢竟有不一樣的角色 但基本的邏輯是一樣的 就國家公民權 你到底要不要容許雙重國籍 或者它那邊有居住權 我們對日本也是一樣的邏輯啊 你是不是要 要這樣的同樣的標準 可是我覺得取消戶籍就有點太過 對 取消戶籍是 對 我講的 你對美國是不是取消戶籍嘛 一樣的邏輯啊 因為沒有嘛 沒有嘛 那當然我講的說 對大陸有不同的思考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研究 但是你要按照 一個這種 國際上的常態 雙重國籍 或者說不是雙重國籍 它只是有居住權 或者說綠卡的角色 我覺得要有 這樣的一個比較宏觀的 一個處理 一個跟我們在處理 所謂的外配 跟入配 對 它取得身分證的時間會不一樣 或者它的工作權會不一樣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同樣一個標準 那你一個標準 好 那容許兩岸中間 你是不是有那個飛跌啊 對 因為有國家安全的考量 是 有國家安全的考量 要有 但是那個要怎麼樣 例外 我常講你要有一個原則 讓大家可以適用 但有原則就有例外 那個例外你怎麼去管理 我覺得這是所謂的例外的管理 我不是說叫大家說 一視同仁也不太可能 可是我們應該 至少你要有一個原則 而且給台商一個生存的空間吧 然後其實也維護他們在台灣的公民權 包括在那邊讀書的事情 他如果說入那邊國籍 那當然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另外啊 那只是居住權 跟路易卡什麼的藝術 好 謝謝您的評論 再來我們來看一看 張天青的這個事件 好 促轉會的副主委張天青 做了選戰打手 不論他是有意無意 已經野火燎原了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昨天以行政院主管的身份 出面道歉職火 他說行政院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張天青副主委的作為 他的錯誤言行 不僅傷害機關的信譽 製造了社會對立 也不為社會所接受 好當然蔡英文總統也表示了 不認同也不妥適 好 張天青這個事件 蔡英文他表示說 這確實不是我們所能夠認同的事情 國家機關有國家機關的責任 但是促轉會他具有的獨立性質 以及國民對他的信賴度 尤其國民對他的信賴是事情成敗的關鍵 發生這個事情他認為非常的不妥適 沒錯 我想不管是促產會或者黨產會 這個都是所謂高度政治性的一個 所謂的歷史或者所謂轉型正義 的一個很重要的兩個機關 那大家本來就是對他很質疑 不同政黨就是本來就是做敏感的 那如果你在這個部分你的高度 你的政策的那種純粹度如果不夠的話 那當然啦你只要稍微做偏 人家都會放大了 何況你不是做偏 你根本就是 就是要來當選戰的打手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只是張青天他自己要辭職 參與的事情 不要人家調查 沒有在野黨我要調查 要成立什麼的調查 這種的高道德標準 你去參與這樣的討論 你自己認為你不妥當 你就辭職 我覺得這個是比 可能就像賴院長 跟所謂蔡英文總統所提的 都把這件事情的那種 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對國家的整個標準 我想說那個原則 那個標準共識 我覺得他們這個做法 馬上就處理 而且張天青辭職也馬上就獲准了 對啊 而且不只是張天青 有去參與這個事件 從頭發言的內容 是不是 我想那個是存乎一心 你是不是這種心態 你自己如果說你覺得也不當 因為我講的那個是要高 黨廠會跟所謂的促廠會 你的那個很敏感 所以你標準在比人家更高 我覺得如果要把這個事情 這兩個機構不要受到影響的話 就是如果說有參與這個會議 甚至於他主動 不要等到在野黨 在那裡站在你的順序 你才說我沒有啦 我不是這樣 我就覺得高達標準 我參與這樣的會議 除非說你證明我沒有這種心態 只是我剛好參加這個會議 他的發言我不認同 那你這樣你就繼續留 如果你有對話啦 有對話在說齁 你就自己在那裡 這樣更好 我覺得這樣跟大家更尊重 這樣的一個機構 對 但是大家現在好像後續 其實在檢討的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現在才發生嗎 還是長久以來齁 但是這邊還有私得的問題 其實這一次整個 舉發她的是 副研究員吳佩蓉小姐 那她說 張天青身為副主委 卻不知道以身作責 她這個家財萬貫 但是她在台北 而且在台北是擁有房舍 但是卻靜置的申請官舍居住 舉凡家具家電幾乎 都是以促轉會的業務費來支付 甚至於指使同仁在上班的時間 到官社為其打點一切 公私不分 把公務員當作專屬她個人的員工 這還有私得的問題 這非常不應該齁 就像其實像我們 我們當民意代表 我來說 台風要來啊 還有人說 欸 議員你不可以嗎 那你們做到那裡 把你們手拍拍的 說這個還可以 連我們這種 我們都不是公務員身份 雖然是 甚至我們跟助理的情感很好 連那個基本 第一個會閃到說 有 恰不恰當 是 是 你做私人朋友的情感 互相幫忙 那也不要說 不見乎人情 因為你自己高興 有夠兄 變成是朋友 欸 我剛才沒用 拜託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 對啊 那不可以啊 絕對是不可以的 都要避險了 何況是公務人員 那個標準是更高的 其實有時候你說 呃 比如說 呃 怎麼長官跟下屬的感情很好 但是 因此其實就是說 啊 不可以拜託一下 其實 這個要避免 都要避免了 都要避免了 何況是 各是公務人員 各是那個所謂的 就是下屬 跟你們 跟我們說出來 就是 本來就不應該做了 還跟我們說出來 那 真的是 這 這個其實可能要 真的要 呃 監察委員 不過他太太近說 就監察委員 我們政府齁 有時候 它有法律不對的時候 要趕快修法 啊 但是有時候 也不能單靠法律 有時候 這種行為道德標準齁 我請你講的 我們不是要求每個人 道德很高尚 嗯 但是這是 基本做得高的 基本的得力 是 我們不會要求說 啊 你要 比別人高的標準 也不要 也不需要這樣 我們沒有聖人的標準啊 也不需要 但是至少 你當公務人員的標準 應該要有吧 但是這是基本的 清廉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新聞 這有關於台大 台大校長 這重啟領選 其實這邊都有 談到學術自由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聞 好 台大校長領選會 對不起 是領委會 1月5日 領選管中敏為新校長 但是由於爆發 他擔任台歌大讀董 還有論文 以及到大陸去兼課的爭議 因此呢 教育部呢 持不聘任 那岳俊榮是 在今年7月16號 擔任教育部長後 他有提出了第三條路 就是要進行 有溫度的溝通 要把握兩個月的黃金期 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時間已經到了 到目前仍然無解 在過程當中 台大校長領委會 曾以電話 徵詢委員意見之後 8月2日 以聲明的形式 作為對外交部要求 重啟領選程序 補證瑕疵的回應 並再次的確認 管中敏校長當選人資格 不過8月20日 監察院對教育部 及台大提出糾正案 另外有兩位校長的候選人 向教育部提出陳情 表示之前領選的結果 偏頗 好那這邊 我跳到一個 台大教師的意見好了 這是中國時報的報導 台大教師說政府沒有救了 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請我們的 今天的評論 吳一誠議員來看 因為曾經也在學術單位過 來中中府曾經力挺 這個葉俊榮 發言人林鶴銘指出 葉部長在過去這段期間 勇於面對問題 多方的溝通 並且也務實的提出 解決的方案積極的作為 而且也正面的回應監察院 所提出的糾正 總統府也給予相當的肯定 台大領選委員會發言人 袁校偉表示 葉部長身為法律人 但是他從頭到尾沒有說出 要求台大重啟領選 重新投票的法令依據在哪裡 更讓人家不解的是 為什麼教育部 要求重啟校長領選 是要回到今年1月5日的 五位校長候選人 而不是最早的八位 或者呢 是最後進入決選的兩位 好像不應該用這種 討價還價的方式吧 好像看來其實 裡面還有很多的溝通 沒溝通清楚耶 我這樣講 不知道要舉例 這跟別的工作一樣 有什麼情況嘛 有評審委員嘛 那你招標的過程當中 結果出來了 那結果有人監舉 他哪件事情 哪個資格不符啊 什麼論文有問題啊 去大陸教課啊 去當讀董啊 你主辦單位就是兩種 很明確違法 就馬上就是廢標 宣布廢標 依據什麼 那你要有能力 所以法員要很清楚嘛 你要很清楚 就是廢標 你要重啟 就這樣而已 而如果沒有 只是說 有瑕疵 或者證據還不足 或者法律沒有講清楚 還是宣布人家得標 有意見人去申訴 公共工程委員會 去監察院 去什麼行政訴訟 都有其他去補救 他就是有效 然後往前走了 那中間他有 比如說要發現他是 到底兼職合不合法啦 其他 因為講不清楚 如果清楚的話 你現在就可以決定廢標啦 是啊 所以說這個事情 會拖這麼久 本來就不應該了 你知道一般社會的觀感 一般可能對法律 或學術自由 其實或許沒有那麼清楚的 你知道一般的觀感是什麼 台大 台大法律事業好有名喔 台大也是台灣最高的學府 在學術地位上 可以說非常崇高的 所以這麼一群高知識分子 然後現在的部長 還曾經是法律人 但也曾經是學者啊 但是還是 就是沒有辦法搞定喔 你不是覺得真的很吊過 所以台灣今天 司法人家不信任就是這樣 你們有讀法律的 你們想不到 你們自己搞不清楚 這麼簡單的事情 是不是很奇怪嗎 你們定的法啊 你們在那邊當檢察官 你們在那邊當法官 對 難怪這麼多市民不服 這種很多對司法 這種客觀跟 都重告那個 不夠 這是我們自己要檢討 所以我覺得那個警察 台大校長這種事情 你如果覺得他有違法 就違法行政機關 你就自己就做獨定的 沒有在那裡 什麼三個月溫暖的溝通 在公司什麼 什麼話啊 不合法你就要承擔 你這樣判定不合法 任何人隔離喔 因為你做這個行政財產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有把握 你就決定它違法廢表 但是你要接受另外一方面的 下次對你的行政追送或司法的訴訟 你的意思也要承擔 你要承擔 你要感惰 你要感覺它不對 不知道 你就做它廢表 重來 那人家去走行政訴訟另外一條路 要嘛 你就是往前走 合不準了 但是人家對他有質疑的 一樣 對他可以提出不同的 司法上或者行政上的一個追訴 或者調查 宣布回到程序裡面 一樣的可以 都沒有問題 好 我們來看這個日本人 踹慰安婦的這個同向的事件 好 目前這一位日本慰安婦之真相 國民運動組織的幹事 藤井實驗 日前在台南做出了 踢慰安婦同向的動作 他所屬的組織代表 叫做加萊一鳴 今天在臉書發表聲明致歉 那麼希望台灣的民眾等相關人士 能夠諒解 我想其實這個新聞已經有一陣子 所以我再提一些細節 關於去踢慰安婦的同向 其實這樣的一個事件 跟發展到現在 議員您覺得 這個事件的公平正義在哪裡 我還是再回到說 剛剛談美國 談日本 台灣跟日本的情感 真的是很矛盾 有人就說 對於日本的殖民 說是日之時代 有人是日據時代 就是一個非常negative 負面的 一個非常正面的 那我覺得對一個 台灣做一個主體性 不管你本身是 台灣本體的原住民 或大陸前台來的 或者你根本就是日本人留下來的 反正你就是在台灣 你做一個台灣人 你就是台灣的一個主體性 一定要有 那對這是第一個 那你要跟日本 有日本情懷 有文化情懷 我覺得那個都要先切開 可是在這個事件裡面 是單純人權 對 慰安這個事情 這個是日本人 有時候你會很欣賞 他某些秩序 某些精神 可是你真的很討厭 他某些 一種自以為是的 我想任何人 不管是日本人 德國人也會自以為是 日本人在這件事情 也非常自以為是 你二次大戰 你不管你是台灣人 你對這種發動戰爭的人 你自己要檢討 要很抱歉 等著什麼 可以跟火 要跟火 有人要跟火 這個有多少錢 這個有多少 那個是一個態度 你看在戰爭的時代 這是一個態度 拉台灣的婦女去當軍紀 對不對 軍夫 軍紀 這個都有嘛 那所以說 我覺得台灣人自己對這個 不管你是什麼政黨 對這件事情 某哥 你對日本有什麼情懷 你喜歡去日本 你喜歡日本話 那都一件事情 台灣就是要整個 沒有人看你不去 日本人要教你好 也看你不去 可是你覺得這個 要升高到 是日本政府 對我們的道歉嗎 日本政府本身就不夠 在為安撫這件事情 就從來沒有負過責任 那不要說 那些所謂的團體 跟日人 所以說 像我們日本 就是跟台灣也好 就是說 有很多民間的很多友善 很溫暖的事情 能夠我們互動 我覺得民間的友誼 那些事情 但為安這件事情 台灣人絕對不要讓 中國人或台灣人都不要讓步 否則 這社會沒有是非 最主要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事 人看你不去 人家在家裡 也是看你瀑布 真的耶 一個國家的尊嚴 自己如果不硬起來的話 對不對 自己真的 大家看你也是瀑布 對啊 還有人要提供的 現在人家自己負責 你提供的人 現在不就 見不見了 我說常常見不見 所以人 就像做人一樣 有時候該柔軟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該堅持的時候 沒有價格 但是有的東西 那是對不對 而且這代表 可能也是一個國家的 一個尊嚴層級的問題 不知道聽眾朋友意見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還是真的要多用理心 來關心一下 好 登革熱 這個新聞不是台中而已 台南高雄 有些縣市其實都有 少數零星的個案 那台中是最近 星期五起 因為是群聚感染 那也獲得我覺得 全國的重視 因為我們自己在高雄 我最近我常覺得 我辦公室旁邊 有小蚊子 飛來飛去 我也蠻恐懼 所以對於這個登革熱 我覺得其實已經 宣傳很多年了 所以議員 其實在林亞區 也是在高雄 比較老舊的社區 也有蠻多這樣的社區 在那邊 所以我們對於登革熱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我想大家真的要預防 要比較重視 因為大雨來 大熱天 現在極端氣候 沒有熱的大雨 各個來又急熱破溫度 所以這種環境的變化 很容易滋生蚊子 所以說自己的 尤其我們像我們這種 我現在搬到服務所 搬到錢金 就很多老舊的一個空間 很多人沒人住 那有好過啦 你如果沒有去整理 那... 那... 那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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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我們... 很恐怖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的居家以外 就是說我現在政府就有關要有列管 因為尤其里長 跟很多知道哪些角落空處在那裡 死角在那裡 有那些地下 搬車場 有那些老房子 三十年四十年前 有那些公寓會搬搬車場 其實都沒有在... 二十年都沒有人 那你會說社區基民 大家會到處 你死角... 除了自己居家以外 你自己... 你那個社區的死角... 在哪裡 我覺得都是從死角 你如果沒有死角 就沒有這些事情 你的房子在那裡 所以說 我覺得死角應該是 大家要以社區觀念 不只是家庭觀念而已 社區 要大家知道 至少你的居家裡哪邊有死角 你知道嗎 他這樣有巡守隊呢 現在... 現在也是有巡守隊啦 那我是覺得說有些死角 是每一個人 你看你的周遭附近左右 第二層才是所謂的巡守隊去幫忙 我覺得這是以一個理 然後最後才是一個區 這樣也分布 因為... 說也沒多大 車也沒多大 對 而且這種房子的事情 不是真的出來 沒有要緊的 沒有要緊 其實我第一次登革任 你知道我是怎麼得的嗎 最早是民國七十二年 七十一年 我忘了 就是第一批我就得到登革任 其實我是在 騎自動車 停車 停在哪裡 高雄的之前的那個 中正路要到鳳山那邊 之前都是草叢 我是停紅燈的時候 在那邊被蚊子咬的 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耶蚊子 你不要 對你不要以為說 居家沒有 其他的這個蚊子 都不關我的事 不是 因為蚊子其實在 所有的這個空間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起要來注意啊 好 那就講 因為這個山竹颱風的關係 中央氣象局表示 昨天到14日大多為多雲到晴的天氣 15日喔 今年的第22個颱風山竹逼近了 全台都有機會下雨 也不排除要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請天后朋友進一步的其實去 隨時注意氣象 對 這個是 聽說這是最大的地表 所以說自己的房子啊 是 淹水的地方 樹木啊 招牌 我覺得這些都會造成傷害的 自己要先做好 這種 你做越多準備 損害就是越少 嗯 好 那等一下呢 其實我們今天在現場 有安排我們這個大貨車 這個組織的朋友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是先請 吳亦正議員跟我們稍作說明一下 等一下下一段 好 因為大貨車明天又要去全國 集結到 他們各地抗議已經很多了 因為空污法的關係 那明天要到台北 台北贏 要為贏 那因為我們長期在對空污的 一個改善 要推動立法PM2.5 那我們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然後 在地方我們碰到 有些怎麼樣跟不同 因為你要要求更高的標準 一定有些人做不到 或者比較困難 你怎麼去協助他 其實我們很有經驗 那空污法這是在中央訂的 那中央訂這個法的時候 對於要進步 但是為流動污染源 對空污搭貨車 他們的那個手段 太太 因為大家都看 你最高 那加鹽標準 你一級二級的 如果按照四級標準 如果你達不到 怎麼辦 就淘汰 可是身材工具就沒了花 因為那麼多錢 它不是說我們開車 騎摸摸摸車 我也很多替代工具 應該是配套看什麼 那是配套 那等於是工廠的一部分 那等於是一個產業 那你工廠 比如說我們的人大 我們的中鋼的一二期 三四期 它的一二期的空排PM2.5很高 可是我們問他 為什麼不教他用乾式的呢 民歌還不夠 那你現在折舊還沒攤體完 那你為什麼 對大工廠可以網開一面 對人大 人社團 那個我們把特種改成 宜種工業區 我說你現在今年 工廠還在那裡 要說你不帶人家 輔導人搬走 說沒有 依法他們 所以應該以一種 依法他們可以繼續生產 只是不能添加 可是對工廠這邊好像 就比較有range 給彈性 可以從舊的標準 不說既往 對大貨車確實從說既往 這真的是民眾 真的是個人 但我知道空屋真的很重要 但我們在執行這個 我們說新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相關的配套 真的也要想清楚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在廣告之後回到現場 大家在關心 大家在關心 因為這是全國的議題 所有這個全國關於 大貨車的很多 對啊 我一方面就是說 要怎麼改善 要有一個進展 進程 那對那些弱勢的群體 這不要怎麼協助 怎麼來聽 我們來聽聽看 他們的心聲 等一下廣告之後 回到現場 快樂連播放 現場時間11點27分 我是Angel 現場是委政議員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謝謝 謝謝 小事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 需要 身體 在煩惱 所有的煩惱 在這裡 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箱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開箱 開箱讓自己的完成 載助 週末 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免費到你結縁 空氣三三五 數二三三 隨著年齡增長 您更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人體組織中 重要的蛋白質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膽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讓您安心無負擔 補充膠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讓您容光煥發 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憲政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 快樂聯播網 好的菌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 讓您病奄奄 民宿清 寡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連續11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炫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 民宿清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來快樂聯播網 樂到最高點 人民最大聲 我是Angel 今天 憲定的時間 現在是11點29分 我們共同來關心 就是台灣這個 新的空污法 但是搞得雞飛 狗跳的 我們來看一看 因為為什麼 剛才其實我們吳怡政議員 大概已經有講了 要推行一個政策 其實相關的配套 讓我們人民也要好生活 好可以配合 所以我們現在邀請到的 是新加入的朋友 就是老車自救會 我們的陳先生 陳大哥你好 歡迎 我們吳怡政議員 各位聽眾 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 來替我們這個 老車自救會 來發聲的 好 稍後來老車 要怎麼定義 老車就是 基本上 依環保局 環保署的認知 是說10名以上 但是一種的觀念 這都不算老車 因為剛好開的時候 所以我不知道 以環保署認定老車是怎麼10名 就說要來把我們淘汰 這個議題是怎麼 好 老車除了是10年以外 像我們現在說的是 大台車 比如說火車 卡車這類 該當車 陳大哥給我們說明一下 像你自己本身是 大車的 手機 這樣嗎 加上自己經營的 企業 所以就是卡車貨車這類 或是托板車這種都算嗎 對 還有工程那種 工程性質的 都是 拐車 吊車 鋼錠車都是 所有都包括很多 對 那一台車有的 才七八百萬 剛才說的轎車 那就不算了 那也有算 但是它的衝擊 也是另外一個標準 但是我說它有替代性 它的一台車 三四十萬 四五十萬 七百萬 你這個 比如說鋼錠車 大火車一台都差不多 有多少 以我們連結車來說 三十五公斤 這個沒有 比三十車 或是托板 哪有 後面有拖一個連結車 鋼錠金 什麼 三百萬 到五百萬 都有 一台車頭 一台車頭 我們要承認 就把我們淘汰 基本上 我們這裡的車主 甚至我們這裡的企業 都沒有進行進去 因為這影響太大 是 現在政府跟大家說 可見是沒有麻煩 可以說出來 譬如說 我們到底 真的 政策起來 你認為說 沒辦法接受是 多一點嗎 是 現在我們這上 在我們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環保室 他就公佈一個 說 要淘汰我們這個 十年醫生 會 蓋機車 不是我們老車而已 所有的蓋車 我們每個家庭 都有這些車両 對 但是 經過我們七月十五號 蓋環保室 我們老車子就會蓋環保室 來抗他 他跟有些人有保 女保 對 那女保 可見你現在又沒有辦法接受 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等一下 他現在是十年 因為女保 說變成十五年嗎 也沒有 不然 你跟我們說 他本身 我們這個 李英元書長 跟我們這個 張副 張副署長 他們都在玩這個 文字遊戲 說一個大迷糊戰 他怎麼變 變來變去 就是要淘汰我們一級 二級的車両 因為你們一級 二級 要符合說 為四級的標準 四級的標準 來要跟他們 一級到三級的老車 那不是說 有補助給你們錢 說可以換什麼 蓋財 就能調整給他們 那是不會 因為我們名字 九月十四 要去我們這個 行政委 跟總統府 是 我們老車子就位 要來抗議 抗議 抗議是很累的事 所以他一九月十二 他還在開教材 記者會 還 等一個議題 說我這裡 五萬 之前 還等一個議題 五萬 要來給你們這些 老車 為你維修這些 粉銷泵 還是說去調整 基本上那些都不夠 我跟那些 這個粉銷泵部 來講來開的 十幾萬 十幾萬 那他補助多少 說五萬 五萬 那是沒了 他的說法是這樣 但是 他這個議題 我們這個法 他也是沒有改變 也是要淘汰這些車 所以他知道我們要抗議 他就等一些 湯匙 讓你們吃一下 但是我們這些 大車司機 跟這些企業 同學企業的老闆 不是見頭 不是功能 所以我希望 這個 環保書長 是不可以將對我們的要求 鄉民 鄉民 鄉民有一個窗口 來對共 因為我們這個環保書長 基本上 那時候 他有 都招開去家庭 都找那些 公會 公會 他們來講 坦白來講 受災害 是我們這裡 比較無能力的 弱勢團體 就是我們這裡 高齡的車主 中小企業 比較無法說 換這些新車 他找那些公會 基本是用那些財團 讓人去換 所以我也希望 我們環保書 我們理市長 你可以去要求那些財團 沒關係 我也很支持 但是我們這些 艱苦人 都沒辦法換 所以也要請他提供 讓我們可以延伸 自然淘汰 當期車 當期標準檢驗 簡單來說 你剛才說要換那些東西 做什麼 說要補助五萬 它是 很多人 裡面 很多人 機械圓印 或是 噴消噴霧 加在調整 但是 開花費用 都很貴 所以基本上 他的學者 甚至 我們 在應援書長 他們都是五行 他們五行 要來找我們這裡 內行 所以 因為我們不對題 對 頭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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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你要淘汰 那也是工業廢棄物 你如果在家做新的 一困頭還要幾千億的新車 幾千億 不符合環保 對啊 製造更多的CO2排放更高啊 所以說你要整個生態來談 不是只有談空污這件事 但你要撿空污有好幾種做法 包括 你的濾清器也好 你的 油品的品質 怎麼去調配 他們的引擎修改 或者所謂的 我們現在台灣是 有一個法律是禁止改裝的 只有很 都可以改的 都跟汽車引擎 效率不打緊的 那改裝是很專業的 改裝可以提升馬力 降低空污 還可以增加那個什麼 我們犯下法律 其實太此不符合施力 反而讓我們很多 因為懂機械人 懂車的人 他願意去改裝 或做一些調整 讓車的壽命更長 更安全 然後最主要是還可以降低空污 算是說這條又百條 你百條 你給他去人車 旧車多條 要先車 你倒頭走 所以說 我覺得空污我們是很支持 要改善PM2.5 也要減降低 吸油度排放量 政府不是保障人民 財產性命的安全 財產的 財產的 這件事都沒做到的 必須有一點 我跟我說的 這樣太拷煩了 太拷煩 掠奪百姓財產 說的是比較嚴重的月 但是屬實 它就是 屬實上 真的有的 你比較修行的自營商 有的人說 他要我們駕車 人家貸款 對 是我們這裡 以前是私家 有的不能開玩笑 他現在買駕車 便宜是老闆 為了要給我們這裡的生 他一個家庭的家庭 要有生活更好 對啊 其實本來也沒說 多好 比吃頭好一點 但他要帶 這是提供錢 我要帶風險 所以他剛才 屬實上 八個才做老闆 而已 儘管有百幾萬 還沒進去 因為我有統計一個票 結果你政府 要用這個十年 要淘汰這些老車 老車來說 變成 人家 全債未還 變成 後債你行車 還價錢 400萬 400萬 500萬 整個家庭都要坐在 說話 這件事 我們這個社會的動亂 可能會被駕駛 因為一陣子說兩位 確定這些事件 到時候就去自散 這也是因為 社會的 真的會造成很多 社會的問題 其實應該回到 根本 就是空汙法 不是說 不再做什麼 污染的位 可以改車 如果改車 減低污染有很多種種做法 但是 等一下 你說改車調整 政府又補助的經費 這個也是問題 現在補助的很低嘛 最主要是修法 根本它能改的也有限啊 你能改裝的空間 所以說 證明要立這個法之前 要把這種降低空污的幾種可能 你要把這種技術 那是不是要補助 還是要開放哪個法配套 那包括油品 是不是要怎麼改善 可以降低 可是醫生議員 包括我們陳大哥 我給我們請教一下 這件事 我現在已經有幾、六個月了 我們到現在 沒有對口的窗口 可以溝通了解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還要用空污的方法 大家又要搬車 花時間 再撩錢、撩時間、撩情 甚至可能有安全的問題 如果不少人 我們說空污有時候 比較激烈的單步 稍然要抓緊警察局 也是很痛苦的事 基本上我們這裡 也是很痛苦的事 我們這裡的老車自救活用車理性 我們主要是說我們的訴求 我們這個 反對我們這個 空污惡法 強制剝奪人民財產 及生存權 是 我們是希望政府 讓我們這裡的老車 讓我們這裡的基層 努工一條生路 這裡我們個人的車主 中小企業賴以衛生的工具 我們這裡公司 我們也是很支持政府 我也很喜歡防保 我也很支持政府去打張車 不是一網打進 連我們這裡好的車 你也說過月是張車 所以我們很憤慨 很憤怒的一點 政府要做 叫我們情何以堪 而且賴以衛生的工具 我們政府要把我們淘汰 我們也希望李英文書長 不要為到當初時 他的承諾 他說 我們這個環境沒有達到多少的標準 他就要落台 來犧牲我們八生 會生存的空間 我們這個 我們也很喜歡這個環境 我們這個也是全國 全球的議題 但是也是殘緣之際 不是說一刀切的方式 非常我們才八生 其實我們本來的車主 自主管理 你現在一樓上看 其實都沒有什麼厚煙 因為機械常識來說 它換塑 多少會有些厚煙 在那時候 換塑的時候 或是拍到塑 你如果說 整座都沒有厚煙 那就應該它之後 我也很支持 因為這裡的車 應用到我們這裡 正常的車主 總是不能說 車手 對這些修法 這些大腳車的手機 就不公平了 對不對 其實陳大哥 你今天來 我們這個老車製救會 對你這個 比如說我們講話 論述 其實都真的是很理性 對不對 現在就希望政府 可以理性的溝通 可以讓我們一個 真的我們可以 到底來處理 不要說做什麼 很大的負擔 你現在就希望說是 我們是說 做最好是 想贏方便 對改革 你說想到那個方法 想贏 想贏 現在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這裡的 車主 我希望說 因為我們這裡老車 會五十幾歲 五十歲 你還要求過年 你還要淘汰 因為他差不多要退休了 是希望 但我們是希望說 用自然淘汰方式 當期車 當期檢驗標準 來嚴 基本上那些污染也很少 因為早期是 這些大車友 這些黑暗的參選 是說早期 我們為了要升升本 讓他吃鑽仔油 鑽仔油一千 對 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因為還有經過 我們這個 環保教 各地區的環保教 有加強鯽仔 所以一定 現在沒有人在吃鑽仔油 是 你看市民上的路 我們這個老車 我們差不多二十幾年前的車 出了十萬台 淘汰到現在 一期二期 八萬台 所以我們 我們 台灣的空氣 又污染又更嚴重 是 基本上我們對 生態 不是我們這些老車的問題 因為像七八萬台 哪有可能說 你污染 參選污染 比資金更嚴重 所以這個議題 對不到 就是我們 打不到 所在 照說實際上的 我們這個工廠 火力 農媒 它的自來路 是比我們 汽車的重金屬 比我們汽車 更多 所以我們台灣人 的生態 會那麼多 就是我們這些火力 更難 這個工廠 產生的 它產生的 比較嚴重 對 因為未來 我們早期的老車 到現在 基本上 被淘汰哪有可能說 早期的生態 沒有這麼多 現在後面的生態 這麼多老車 被淘汰 所以他抓我們這些 移動式武漢員 來開刀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那也是針對性這個議題 也不對 對 所以馬仔 你們差不多是多少人 差不多什麼時候 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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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全國性 都說得去 新穿那個 什麼 遊行 集會法 這個 都有新穿 都有新穿 因為我看大哥就是 老實 老實人 我們都很高興 真的 還是說 也拜託我們整 讓我們一槌飯吃 大家要去這個家庭 我們很辛苦 所以 沒有辦法 其實我們這個空間 都要花很多錢 每一個車主機 有錢 還是說 生理沒辦法做 真的想著 廣傳機密的方法 記者有一個討論 這個討論 連絡 跟你們這些意見 聽你們的意見 看要怎麼大家來做條件 不要說 這個硬要施行 這樣其實會傷了很多 無辜 我們的民眾 主持人 基本上 我是想說 我們老車讓我們繼續換下去 經濟比較有的時候 它四季五季車的標準 我們這些大車的標準 都污量很少 差不多 那裡還有五年 他們的財團差不多 五年十年 就那裡拿出來 讓我們這些老車 有一個行業圓 有靈力的 十倍 那一個循環 而且我們這個市場機制 不要亂了 亂了 亂了會引起 我們民間 我們民間 我們這些物資上漲 因為所有我們這些 衛生紙 或是要製造什麼東西 說是這些車輪 文書 文書的成本啊 以後說我真的有機會 我們一碗民間 差不多百五元 百四元 一碗并五十元 這對我們的全民百姓 的影響很大 而且也影響到我們後一台 因為現在後一台 跟只兩萬幾元 其實每一個行業 大家都是息息相關 你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文書 你們這些成本 如果是體育官 也是對我們社會 才來 所以真的不能說 節控無法 沒有仔細的考量 造成了這個社會的 一個動盪跟不安 好 我們的內容時間是十一點四十六分 我們感謝 我們老家主義會 我們的陳大哥 今天來接受我們的傳統 預祝我們在理性陳述之後 也希望有一個窗口 議員會跟著去嗎 對 然後好好的可以把這個事情順利解決 好 祝福 謝謝 感謝 好 我們這段到這裡 感謝聽眾朋友 收聽現在差不多 繼續回來 謝謝 快樂 快樂 最好康 如果說到大家要過這個的時候 配到最好吃的四十碗 我們不知道有哪一年好嗎 是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威阿 今天要跟你介紹這個東西 就是都在烤仔地 最好吃的美食 楊家鄉豬肉乾喔 我們說到楊家鄉 在六港 最有名十十年六點 十年六點 好酥喔 有什麼..它很脆 很香 呵呵呵 讓我們煮身心 才嘩嘩嘩嘩 來 阿我們櫻花蝦翠 除了它的肉捲 我們是用西面切片 切片 切片之後去急速冷凍 因為要保持它的鮮甜味 外面的海苔 海苔 讓你覺得說這個很爽口 對 然後它這個肉在肉 又加上到櫻花蝦 剝下去的時候 脆脆脆 香脆又酥酥酥 煮的時候吃下去之後 軟Q軟Q 很好吃 很香的 像蜜子的感覺 有厚度 裡面還有一顆顆粒的這種芝麻 那就是芝麻香 然後再加胡椒 那不香喔 那是我們所謂的黑胡椒 越吃越好吃 你去外面吃不完 就是紹興豬肉條 紹興豬肉條喔 裡面加上我們的紹興酒 你在補的時候 它的紹興酒的味道會慢慢造出來 會為我們的品康 把我們的頭上整個香味一直在煩惱 在那裡燙燙 很燙燙 很燙燙 很好吃 完全不會塞牙縫 不會吧 說到這個 有時候在送禮的時候 真的大家最想要就是說 送禮的東西 大家在吃 怎麼吃 怎麼有感情 在送禮的時候 你能吃到 我能吃到 這是最讚的 那我通過HACCP ISO2萬2 國際雙認證 一個豬肉鍋給你國際雙認證 因為我們補償裡面沒有豐富這個 沒有湯精 沒有跟人家的豆粉 全都是CAS的溫體豬肉 所以大家收到的時候 要加冰 櫻花蝦翠片的肉更 好吃 給我吃黑川胡麻豬肉乾 來自燒蜜汁豬肉條 這是原味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自燒紹興豬肉條 哎唷 紹興的多香味 媽媽媽很喜歡 原味的檸檬豬肉乾 是 你如果蓋我們洋家鄉去外 上次這樣加起來 要一千一百七十塊 不啦 我覺得 你可能開車去 又停車了啦 你不用去那停車 對 第二 你不用去那排隊 讚 第三 你又不用運費 對 阿威兒 現在要用一個很優惠的介紹 是 不用到一千塊 對 好運費喔 對 九百 九十塊 不用排隊 過足 不一樣的口味 現在卡這個電話 又不用錢喔 電話幾盒 來 0800 058 589 0800 058 500 五百九 快樂最好康 讓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來 快樂聯播網 大家收聽的是 樂到最高點 任命最大聲 因為現在 昨天六分鐘 我們現在現場時間11點50分 我們感謝現在在臉書 有楊咪咪 廖樹鳳 有朱莉阿珍 有文華 這個有關全亭 還有我們的葉靜毅 鄭傳榮 謝坤良 林怡修 王士玄 廖宏 還有林俊成 還有張家民 林世民 李連發 吳明修 李早友 先生這樣都在 跟我們按讚 吳明修先生特別說 非常透徹的 表達了大多數車友的心聲 還有我們的軟龍鏡 也出現 跟大家問好 按讚 好 來 這個改動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議題 同樣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環境 環保有關係 這經過蘋果日報的報道 對今年一月到七月中間 我們台灣已經 進口超過100萬噸 國外的火炸 也還有火速到 這個換算起來 差不多是4萬的火軌 都對世界五大洲 總共86的國家 這些噴射 都這樣運來台灣 導致我們台灣的回收體系幾乎崩潰 還有最嚴重的是 環保的問題 因為這裡有很多廢塑料 所以環保書我看起來 他們有公開的回應是說 這個我們可以再做很多的再生的材料 可是 吳亦正議員我想請教一下 可是這個作為再生材料這個過程 不是也累積了更多的垃圾 甚至空污在台灣嗎 應該是這樣講 那個垃圾回收再利用是很重要 在循環經濟 循環生活 那我們自己的垃圾不是就很多了嗎 你應該一定是在地先處理自己的垃圾 那還外然 日本 美國都不想想別人垃圾了呢 我覺得這個環保書講真正不對喔 違反國際的一個常現的一個規矩 說你的垃圾原則上你自己要處理 再利用在這裡 你要把自己產生垃圾先處理好 而且我們自己的 比如說廢輪胎會怎麼 基本上是不能出去的 那我們也不能買別人的 應該是我去當地設廠 如果我有廢塑料的技術 我有廢輪胎的技術 那我應該去泰國設廠去幫他們處理 不是把他的垃圾運到我們這邊來處理 這樣的話會 這是違反現在國際上 對這個處理垃圾的一個原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你主持人有提到的 你現在你去抓勤三大支柱嘛 他現在你透過你 讓他做這個東西外面都廢塞到 結果我們裡面什麼崩盤 像你說那時候 那時候他做的 本來是四塊五塊 現在剩一塊塊 那你那些人要怎樣 那些餐廳要怎樣 你就 我想環境要永續 社會也要永續啊 那你結果你要做這個 讓你做環境 你說我那些人可以比較熟 結果你 你讓社會的另外一個回縮體系崩盤 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這個 你自己的問題沒處理 又製造自己的問題 你看是在解決別人的問題 事實上你在賺你個人的錢 你為了讓自己賺更多的錢 甲介環保的制裔 結果你破壞了整個國內的整個回縮系統 我覺得你應該是一個 先把國內的消化完 真的不夠 我的產能 我很厲害的 我這個工廠 可以處理很多廢棄物 我在垃圾處理都不夠 我幫你處理 郭革議員 我其實是怕這個過程 又引起更多的空污 台灣空氣已經不好了 沒有錯啊 因為你在處理垃圾 處理這些本人就會要用更多的電 用更多的一個所謂的 排放空污 排放所謂的CO2 所以說每一個產業都是循循 緩緩相庫的 對啊 我們也只有一個台灣 就是這樣 這麼小的一個土地 所以我們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 真的希望環保守國家 再多把關 那今天因為我後面有拍一首歌 我們今天節目就要進行到這裡 先感謝我們高雄七七位 吳宜正 今天給我們這麼多好的意見 謝謝您 感謝各位聽眾朋友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 留時間再聽五十四分來聽一首歌 瓜哥正常 想跟大家說一下 再會 馬仔共同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 我愛心一直都在這裡 愛